俄军突袭乌克兰能源设施 紧急时刻 美军给普京送上了一份特殊圣诞礼物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一切都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和北约乱成了一国之物 近期俄罗斯军队开始 着眼以摧毁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俄军通过炮击摧毁了乌克兰的火力发电厂 408处电力供应被贴断 让乌克兰的国内乱成了一国之物 大家知道冬天来了 北方特别寒冷 俄木田田更是冷得异常 能源供应被贴断 那乌克兰人就免不了会挨动 所以在第一时间 德联斯基就喊话乌克兰人 要求居民用电要省着点用 这还只是俄军的第一轮炮击 根据西方分析 俄军在冬季来临之前 就已经出备了巨量的炮弹 目的就是要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乌克兰人这个冬天肯定不会好过 和能源上出现的问题相比 北约军援的断供 明显更浪 德联斯基偷疼 北约的100万发15毫米炮弹 已经没了指望 连一半都拿不出来 德联斯基现在已经盯上了美国 打算堵在美国的门口要弹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乌克兰针对美国提出了一份军备需求听单 其中包括 F-16 F-18战机 C-17大型运输机 阿帕7武装直升机 埃博拉姆斯主展坦克 15毫米火炮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以及无人机等先天武器装备 有网友评论 德联斯基这是狮子大张口 这个要饭又要出了五显一斤 不过呢 德联斯基的要饭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美国确实应该资助他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指出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是加强北约安全的一笔好投资 美国必须要对乌克兰军援 不难的话呢 乌军就会吃败仗 这将是美国国会送给俄罗斯的圣诞礼 现在北约国家也是一片慌乱 欧洲国家困存见地 大家都希望美国能大放一些 乌克兰输了 之前北约所有的付出都打了水漂不说 还很可能会面临俄罗斯的危险 冤误确实是一笔好投资 因为对于北约国家来说 威胁只有俄罗斯 北约各国只需要将国防预算拿给乌克兰 炮弹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爆炸 各种设施和场地在乌克兰被破坏 死亡的是乌克兰人 被侵占的也是乌克兰的土地 而这样却可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 甚至是瓦解俄罗斯的威胁 而北约获得的是在战争后方的长治久安 怎么算这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北约天算万算也没有想到 乌克兰哪怕是吸干了欧洲的血 也没能削弱俄罗斯 要命的是俄罗斯通过轮班制 让俄军轮流到田田刷经验 军事力量反而变得更强了 而且经济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更要命的是 目前北约国家还有能力援助乌克兰的 目前已经只剩下美国了 如果乌克兰近期没有得到美国的援助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就会直接威胁到波罗的海三国大安全 让人失望的是 美国众议院不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 哪怕拜登威胁 乌克兰一输就会轮到美国对抗俄罗斯 但既是这样 众议院也不支持军员 美国的军员一旦泡汤 田线无军就挺不过这个冬天 俄罗斯拿下乌克兰直接和北约对阵的二者 将在不远之后就会到来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